司马懿 司马懿人杀曹爽 曹爽是大司马曹征长子 至少出入宫中 与为民帝曹瑞交情甚好 曹瑞并重 托估曹爽和司马懿 曹爽与司马一个统金兵三千控制朝政 一山不容二胡 很快曹爽夺了司马懿兵权 让司马懿回家赴贤 司马懿表面装得老麦挺弱 就差一死 其实暗中积蓄力量 寻找机会 终于有一天 曹邦与曹爽三兄弟 往高平林拜祭为民帝 司马懿趁机在洛阳城内 发动高平林正变 夺了曹爽兵权 随即以蒙反对一面曹爽三族 曹爽放弃兵权时 司马懿承诺 保证他后半生 容华富贵 可是专眼身手一处 曹爽临终大户 司马懿老贼 你为啥悲心弃矣 司马时 原杀向侯玄 向侯玄是正南大将军 向侯上之子 也将军向侯霸之之 大将军曹爽表弟 司马懿装病 几转曹爽夺了兵权之后 派人通知在外和蜀国打仗的 向侯霸向侯玄输指挥朝一世 向侯霸非常清楚司马懿的为人 知道回去就是一死 于是想叫向侯玄和他一起投降蜀汗 但是向侯玄拒绝了 说道 我怎么为了苟存姓名而投降敌国呢 于是不顾向侯霸劝阻回到司马懿身边 司马懿没有对他下手 司马懿死后 他的朋友徐允说 这下咱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向侯玄却叹息道 老去 你咋这么少逼了 司马懿还能看在上一辈交情上放咱们一马 但司马师和司马昭 是不会容忍咱们活着的 果然没多久向侯玄逆谋 犯罪被杀 朱列三族 向侯玄灵情非常从容 面色温和 由于曹爽和夏侯玄都是被司马懿和司马懿误陷的 死非其罪 因此 二人死后就向上天诉冤 夏侯玄的宗族祭奠夏侯玄 看见夏侯玄来的灵作 把头颅摘下来放在一边 用手取了好多酒肉放在井墙里 然后把头颅安放到脖子上 完毕之后说道 我已经向上天告状了 上天决定称霸司马家族 司马懿会断子结孙的 果然没几天司马懿就死了 司马招把刺死司马悠 过祭给司马懿 进成他的血食 司马悠死后 他的儿子被人杀死 司马懿写诗遂诀 用家争论后 又无师说 西进之所以念国 正是因为曹爽和夏侯玄 向上天诉认证律所致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司马家族的人认识也是很清楚的 纪书记载 东晋明帝石王导师作 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 岛乃臣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史 诸首三足 进帝司马师诸孝侯玄被吉文 帝司马招摸高贵相供之史 明帝以念父传约 若如公言 尽作父 俺得长远 意思西进政权之所以不能久存 追根溯源在于司马懿父子杀人太多 损了因德 以至后是子孙受获 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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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KR 就是这样有意思